北加州 糧食券盜用情況槍決 市民如何防範 近來有不法分子利用漏洞 通過竊取Calfax糧食券號碼和密碼 盜用了這些不屬於他們的社會福利 有市民發現糧食券在沒有遺失情況下 今晚無故減少 新橋服務中心黃姑娘表示 近期收到糧食券被盜用的求助個案激增 單在上星期已收到10宗個案 當中涉及金額300至2000元不等 新橋服務中心表示 市民如發現糧食券被盜用 不論涉及多少金額 建議先報警求助 並須要10天內向三藩市福利署報告情況 都可以選擇親身到三藩市福利署 地址是1440Harrison街或1235Mission街 或者致電三藩市福利署 電話是415-558-4700 向福利署提交報告後 可要求更換新的糧食券號碼和密碼 而福利署方面會提供報告 經審查後受害人或可以取回部分被盜款項 怎樣可以知道自己的糧食券 何時發放的呢 其實可以看回糧食券上面 有一個380邊的特別數 還有67個數的案件 編密後邊的最後一個數字 就是它糧食券發放固定的時間 譬如說0代表每個月的10號發放 如果是1的話它就代表1號發放 所以建議大家頻密一些根本一下密碼 就366個月這樣 新調服務中心提醒市民 此物向任何人透露個人信息 如社會安全號碼、糧食券卡號或密碼 否則可能會被盜用 同時應定期檢查卡內餘額 並於糧食卡發放福利前更改糧食卡密碼 這樣即使信息已被盜 或者都可以防止金錢上的損失 天下衛視記者李子役採訪報道